- 欢迎收看EnterBox 这两天遇到很多长辈还有老人家问我要怎样安装台湾社交距离这个APP 但其实这个APP的安装真的是非常简单 而且它的程式大小是非常小的 那这部影片分享告诉大家怎样去安装这个APP 我们先讲Android来说好了,那后面我们会讲iOS的画面 那前面Android就是先到Play商店里面 然后搜寻台湾社交距离 可能你打台湾两个字它就会跳出来了 然后点选安装 可以看到这程式因为它非常小所以它很快就安装好了 安装好以后就点开启 那前面这边有三页就是讲说它的隐私权保护这些 开始使用 这个地方记得要点开启 然后右上角这边有APP的介绍 那如果你有失确的准备点 这边有注意事项及各自保护的说明 个人是蛮相信这次政府所推出来的这个APP 以及资料权限的控管 使用这个APP就是记得要把蓝牙打开 确定你的蓝牙是开启的状态 那有一些情况可能你的手机会没有办法安装 就是你的手机是录版的 小米 OPPO 或是华为 中国的手机然后是录版的 那它就没办法安装 因为它也没有Google的服务 接着看到iOS的版本 首先一样到App Store里面 搜寻 台湾 它应该就会跳出来在第一个 台湾社交距离 然后点选下载安装 那速度一样非常快 因为这个程式的大小非常的小 那前面 界面都一样 都是介绍这个APP 接着应用程式会跳出 询问你 那就点启用 然后这边要点允许 剩下的界面还有操作逻辑基本上就跟Android的都一样 那记得你在设定里面也要把它的全线打开 然后在使用的时候也要记得蓝牙都是开启的状态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期 和大家分享怎样安装台湾社交距离这个APP 邀请您按赞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